聽說檸檬的貓女櫃很厲害 欸妳算是一個很燒的人欸 欸 對啊 像我的時候才喜歡這種的啊 那妳的三圍是多少 3 4 D 2 3 3 4 很大欸 我有時候來到泰國 喔有點有 那換妳來爆一個料好了 喔對 蛤 真的假的 對對對 小超臭的 那請問敏感帶在哪 喔我是脖子 喔肉可以 欸真的欸 火鍋喔 這樣可以嗎 喔我的 其實我跟兩位沒有到非常熟 我們的見面的次數沒有到非常的多 富邦裡面是你們兩個感情最好嗎 喔我們兩個認識十幾年了 為什麼 然後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一起舞團 然後我們就一起十幾年 其實他也一起徵選 但是他沒像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我跳舞歌好了 哈哈 我剛剛聽說工資就是在二選第一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外貌什麼身材 很像 都比較像 對 然後就是我可能舞蹈略勝一籌 他們就先選我 欸 他怎麼會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這樣 好 珍珍 Funking Girl Funking Girl 1992年11月15號天賤 怎麼會我們那個年紀的 對啊怎麼會有年紀 反正大家都猜得到 暱稱叫做小安心樣 其實我們對他這個暱稱沒有到非常喜歡 怎麼說 他現在很漂亮沒錯 但是其實有更像他的 Yummy 對 但是剪了這個瀏海稍微不像一點點 沒瀏海都好像在像 那時候真的是後面才加入嗎 2019年 所以你跳第幾年了 我第六他第五 然後你們還可以跳籃球對不對 對 因為不光是爽氣 你們裡面啊 是你們兩個好以外還有誰 我們跟秀秀很好 還有 傑米 傑米也是我們在進 大家隊之前就先認識 然後也是Funking舞團嗎 對 沒錯 那我有點問題 池妹是不是 訊息都很慢 對 我那時候還問他說要不要來溫泉蛋 他說幾號 我說2月19 要看一下時間 然後就不回我了 啊 我跟你講我現在來看 你要先來看 然後人家問他時間怎麼可以嗎 對 我問他到底什麼時候來溫泉蛋 好 你就說 你現在看姓氏黎 你就現在確定時間下來 哎呀 他秒接 你秒接喔 怎麼樣 你旁邊有誰啊 啊你到底什麼時候來溫泉蛋啊 你敲時間都敲目感 屁啦 那我現在直接敲你3月了 3月幾號 你3月幾號可以 我現在看行事曆 我那一月很好耶 那不然你來報一個料好了 我這腳很抓 哦對 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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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小超錯的 我 檸檬就是很常大力圈 屁 你咧 謝謝你的接電話 謝謝愛你 好啦 再見 拜拜 好 那珍珍呢 現在有那個 開一間炸雞大師 還有另外一個酒吧 酒吧 是因為就是在棒球場對面 看球一定要吃個什麼東西 炸雞 對 然後就覺得 喔 開球場對面很適合 然後剛好是有看到這個點 覺得 哎 還不錯 可以來開一間 就是炸雞店 哇 那你很厲害 他很有聲音同樣 他很厲害 那你怎麼沒有加固 我想說就等著他吃 看到眼窩 哈哈哈哈 你看那檸檬的圍基百科 我好像沒有圍基百科 有 你有在這裡 我竟然有 林芳靖 對 那本名 生日是6月5號 對 YT頻道有444個人訂閱 很厲害對不對 就是你會放一些生活東西在上面嗎 對 就是大概半年跟進一支 哎 那你們舞蹈都是誰編的啊 都是你 舞蹈 幾乎都是我主力 然後如果我覺得這支舞蹈有更適合的人去主力 我就會教練他 你有去過天后戰的電影 對 但是那是很久很久 你看那都12年前 還有一個大紅帽與小野狼 喔那個大紅帽與小野狼那個 他從那時候長得很可怕 超級可怕 我以前跟我現在完全長不像 就是如果你說我有整形的話 我可能自己都會相信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戴牙套 就是長得很怪也怪奇 那我問一下你身上的事情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官方說法 就是我曾經死掉我狗 哦 對對對 啊我從來沒有養過狗 R O N G 對 RONG 就是一個人沒有 什麼 所以有想說版本分手 那你前面再去加一個W 就變個弱 變一個錯誤 那為什麼你曾經理隊又回來 我那時候就去開一間失敗的東西啊 開了一間飲料店 那為什麼有10點真的成好啊 我上班的時候比賽都會打工 所以以後 那你沒這樣幫你走開去看就對了 哈哈哈 檸檬的腿到底有多長 來我們現在現場來量一下 好 100 差不多100 哦你怎麼那麼長啊 哦你真的比較長耶 大概110左右 嗯 聽說檸檬的貓女貴很厲害 欸你算是一個很燒的人耶 欸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像我都很喜歡這種的啊 這樣 網友提問啊 什麼時候舉辦粉絲見面會 可能比較難 因為我比較懶惰 但是我有自己的LINE LINE的話我可能都是想到就會辦 像上次我跟他們聖誕節的交換禮物 我也是聖誕節的前一個禮拜 我才說 欸不然我們來交換禮物好了 可以接受遠距離戀愛嗎 可以啊 因為我的 我之前的前前 不知道某一位男朋友就是馬來西亞人 哦 對 那你怎麼見面 我們再結三年 那一年見幾次 一年可能 三四五吧 那還多的啊 因為昨天我們去不古早當回來 然後我就在看我的護照 我就看一下我去馬來西亞的次數 嗯 我這三年我是飛了十次 那他有來找你嗎 有有有 然後每天都是都會 視訊然後睡覺啊 那為什麼要分手好可惜哦 就是那時候的年紀太小了 好啦那請問 那個男朋友 聲浩瑋是真的假的 我每天是很好朋友 聲浩瑋的音樂怎麼唱 聲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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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點活力嗎 耶 怎麼辦啦 那你們有親愛病嗎 有啊 敏感帶在哪裡 好辣 這個很怕 可能耳朵吧 欸你跟奶西一樣 哦 另一半的條件需要什麼樣 理想型的話就是高 然後 不是奶狗類型的 就是我喜歡粗曠的那種 黑黑的 那你舉個一個球員 聲浩瑋 聲浩瑋 聽起來怎麼蠻像的 對啊聽起來怎麼好像不吵 從小到大都知道 檸檬是酸的 但你長大後才知道 原來檸檬是辣的 它是燒 哈哈哈 對 我個性就是比較 大啦啦 對 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個 心動的個項 你是不是反而會害羞 我是主動出擊的人 我基本上我喜歡的人都是 追得到 對 就是不是追得到 就是我都會自己弄來 檸檬的綽號由來是什麼 這很無聊 就是國中的時候大家都有綽號 對 然後我就想了一堆水果跟食物的名字 請大家幫我投票 而且他不吃檸檬的東西 所以有些不認識的粉絲 會送他檸檬塔 他就會 那你的三圍是多少 三四 低 二三 三 四 很大耶 我好像來到泰國 喔有點有點 你是幸運搶的人嗎 其實還好 我是普通 但是我可以做得很慢 什麼叫做得很慢 什麼叫做得很好 天啊 你前男人怎麼會這樣離開你 我不知道耶 那你看 如果你是男生 另外那個女生 那我來問珍珍 珍珍大概交了幾個男友後 就該定下來 你覺得 喔我沒有交過很多男朋友耶 一二三 三個 三個 他一定有發生過什麼令人頭痛的事情嗎 喔我覺得員工可能算是比較令人頭痛 像我今天早上 我也是還有這個鬧子 叫我成功起床 請問跟周家樂是什麼關係 周家樂 我他怕我第一 因為我叫周家珍啊 你的本靈 對 請問像陽蜜有什麼好處還是壞處嗎 我有時候我去可能給那邊弄妝髮 妝髮結果就說 你長得也不能算長得像陽蜜啊 而且他之前很好笑的 因為陽蜜之前有帶點一個什麼按摩腳的 喔對對對 然後再放在彰化家 放在家裡 對 然後我弟才問我媽說 姐帶有這個 然後結果他近看 然後你講什麼說 是陽蜜 好那請問敏感帶在哪 喔我是脖子 喔喔可以 欸真的欸 那你們互相爆料一個什麼 對方的怪癖 我的怪癖他們都不知道啊 不是我真的很想要挖皮革 但是跟夏藝術挖平 然後你說在場上的時候也給我這樣挖 然後 妳在場上挖 對啊然後我說妳在幹嘛 然後就說喔喔喔喔 那如果被粉絲拍到妳OK喔 好像有個牌子 我覺得沒差 所以我現在好像 哈哈哈哈 那你咧的怪癖是什麼 我有蠻喜歡 Be Angel的襪子 我現在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你要去聞他的鞋子 哇 就我如果 跳完球賽的那個絲襪 就是會蠻精彩的 而且這個我會知道 我會覺得我比較臭 就是因為 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上課 我就脫鞋 然後我旁邊的同學 就突然說 欸有沒有聞到很臭味道 我說 我沒聞到欸 你不是因為我脫鞋嗎 好TEMPO遊戲 多準備禮物 妳的YT訂閱頻道到了 是是是 我沒有YT 還沒有 我今天讓妳直接變十萬訂閱 因為呢 我們收到了 鈴彈的十萬訂閱 耶 哇 我等超久的 你今天要贏了之後才可以 不然的話這兩個要送給他 Angel Angel 珍珍一 珍珍 鈴彈四 鈴彈 鈴彈 珍珍四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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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行 同時設的貼標 那下一集我們發指 我們那個製作費跟那個場地費都交換